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肺功能是逐渐进展的 还可以评定药物以及其他的治疗方法的疗效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哮喘的病人 我们不经过规范的治疗 他的肺功能就很差 经过规范的治疗 他甚至能够恢复到正常人的肺功能 我们除此以外 我们对于所有手术的病人 要进行唯手术期的一个风险的评估 比方说 麻醉师要根据你的肺功能 我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个手术 他要根据你的肺功能 来做你手术的风险的评估 我们这个胸外科的手术 一定要做肺功能 然后呢 看看他 是不是能承担这个手术 或者手术是不是会出现并发症 比方说会出现肺部长 会出现呼吸衰竭 所以对于胸外科的手术 甚至上腹部的手术 心外科的手术 甚至是肺移植 都需要很好的去做肺功能的评估 然后还有一些很多的病人 比方说 吸烟高位人群 要做健康体检的时候 一定要做肺功能的筛查 看是不是早期的慢足肺 然后对于一些沉肺的 或者是有职业损伤的 有肺病的这样的病人 要做劳动力的鉴定 你需要做肺功能 还有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 像CDC对于慢足肺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 它需要做肺功能 还有一些大型的临床研究 它的治疗的终点 评估肺功能 你是不是这个药物有效 主要是看F1V1 也就是肺功能的一个指标 来评价你是不是这个药物是有效的 我还想是说肺功能的 呢 这个药物是有效的 肺功能的 它是有效的 有效的